中东大混战是否已经进入倒计时 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惨遭暗杀风暴 土耳其和以色列的骂战还在不断升级 在哈尼亚遇袭身亡后 土耳其将矛头直指以色列 称以色列无意实现和平 想要扩大战争 国际社会应该采取措施 阻止以色列的相关行动 在7月30日 以色列外交部也放出消息 正在紧急与北约成员国接触 呼吁北约组织将其成员国土耳其逐出联盟 以色列越来越狂妄 自己还不是北约家里成员呢 现在就发号施令要北约把土耳其撵走 起因就是巴以冲突爆发以来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多次大力声援巴勒斯坦 公开指责以色列的暴力行径 尤其是在最近一次公开演讲中提到 如果土耳其军事工业强大了 巴勒斯坦就不会遭到以色列入侵 正如土耳其势力可以进入利比亚 可以进入纳卡地区的卡拉巴赫一样 土耳其也可以对以色列做同样的事情 也就是说 如果以色列继续入侵 土耳其不会无动于衷 会像出兵卡拉巴赫和利比亚一样 派军队进攻以色列帮助巴勒斯坦 要知道自从第四次中东战争之后 仰照美国的霸权 还没有哪个国家的军队侵入过以色列的国土 除了从去年年底开始 胡塞武装多次拿导弹袭击以色列 还有伊朗今年5月份导弹袭击以色列外 外国军队别说从地面进攻以色列了 从空中袭击以色列都不多见 这次的主角土耳其身份极其特殊 不但是中东地区军事影响力最大的国家 同时还是北约成员国 这也意味着如果以色列与土耳其真的爆发战争对抗 那么按照北约条例第五条 那么北约可能将以集团的形式帮助土耳其军队打击以色列 以色列和美国啥关系 那可是美国在中东的铁杆盟友 让北约集团对抗以色列 那不是乱上加乱 所以埃尔多安此言论一出 以色列当即予以回击 以色列外长卡茨警告埃尔多安 还记得伊拉克发生过什么吗 记得萨达姆的结局是什么吗 以色列又把美国给搬了出来 要知道 在推翻萨达姆政府这件事上 美国可是扮演了核心角色 凭借其压倒性的军事力量成功推翻了萨达姆的统治 如今 以色列再次提及这件事 其意图似乎是双重的 首先 这是对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一种警示信号 警告他不要乱来 另一方面也是以色列狐假虎威 想要用美国的名号压土耳其一头 可土耳其不吃以色列这一套 从巴以冲突升级以来 土耳其选择坚定地站在巴勒斯坦一边 就可以看出 在埃尔多安领导下的土耳其 可不惧怕什么美国霸权 埃尔多安是第一个在国际社会公开称 哈马斯不是恐怖组织 而是解放组织的大国领导人 也是第一个公开谴责以色列 向国际刑事法院起诉内塔尼亚湖的北约国家领导人 内塔尼亚湖估计心里老纳闷了 你咋处处跟我过不去呢 其实这倒不是埃尔多安和内塔尼亚湖的个人恩怨 天下攘攘皆为力望 之所以土耳其选择声援巴勒斯坦 谴责和抵制以色列也掺杂着自己的利益考量 首先 坚定支持巴勒斯坦有利于土耳其树立伊斯兰世界的威望 土耳其的历史承载了奥斯曼帝国的辉煌篇章 埃尔多安从骨子里就想复兴当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荣耀 所以在埃尔多安的执政这些年里 一直积极介入周边地区的事务处理之中 巴以冲突爆发后 一些伊斯兰国家和民众认为西方国家 尤其是美国偏袒以色列 这也引发了伊斯兰民众对西方干预中东事务的反感 他们希望看到一个能够在国际舞台上 强有力地代表伊斯兰世界声音的领导者 以抗衡西方的影响力 所以埃尔多安激烈的言辞和坚定的态度 在伊斯兰世界很受欢迎 郑重穆斯林的心声 其次支持巴勒斯坦的立场 能够增强土耳其在与西方国家战略互动中的谈判地位 其实美西方与土耳其的关系 大家都心知肚明 二战之后 土耳其本来一心向西 想要融入西方国家 无奈美西方薄情寡义 土耳其的入欧盟申请书 递上几十年了也未通过 给出的理由之一 居然是文化差异大 土耳其心想 你不仁修怪我无异 以至于在后来的俄乌冲突中 土耳其选择了一条独立的外交路线 坚持中立立场 并与俄罗斯保持较为密切的关系 这显然与美国及北约其他成员国 全力支持乌克兰的姿态 形成鲜明对比 在巴以冲突中 土耳其与以色列的紧张关系进一步升级 甚至已经看见了土耳其对以色列采取强硬态度 一直以来 土耳其在北约的态度也比较强硬 比如瑞典和芬兰想要加入北约 因为需要所有成员一致同意 土耳其又开始大谈条件 要求瑞典和芬兰将库尔德工人党及其附属组织定性为恐怖组织 并支持土耳其打击这些组织 要求两国取消对土耳其国防工业的限制 包括解除武器禁运 并希望瑞典和芬兰能够参与到土耳其的军事采购项目中 例如F-35战斗机计划和S-400防空系统相关的制裁问题 只有全部答应这些要求后 土耳其才同意瑞典加入北约 很显然 土耳其明白约不和北约保持立场 才能迫使北约对土耳其做出让步 那么以色列写美国以令北约这招能奏效吗 北约就会听以色列的号令 把土耳其除名 这事可没那么简单 北约从1949年4月4日宣布成立 就没有过开除成员国的先例 北约宪章也没有设定开除成员国的具体程序 任何成员国只能依据第13条自行决定是否退出 而北约无法主动驱逐成员 这也意味着若想将土耳其从北约中排除 必须先制定新规则 并获得全体成员国的一致同意 其中包括土耳其本身 这显然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此外 土耳其目前拥有北约内部第二大规模的长备军力 仅次于美国能够在短时间内调动大量兵力 从地理位置上说 土耳其更是美国和北约的心头肉 位于欧亚交界处控制着连接黑海和地中海的 博斯普鲁斯海峡与达达尼尔海峡 这对于北约的军事布局和战略利益至关重要 如果哪一天土耳其出于自己的政治考量 真的退出北约组织倒向东方 那么对于美国在欧洲和中东地区的霸权 都将是沉重的打击 所以以色列真得好好掂量掂量自己 够不够格把土耳其踢出北约 监This is not possible